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昨晚又一個禮拜 接下來下個禮拜大日子 禮拜日消費券出爐 太好了 有人拍攔手掌 7月16日這一日 將會是我們香港 新一輪的消費券派發的日子 近期政府看到都很勤力去抽查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消費券 關於接下來波叔 派第二期消費券 他有些期望給市民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究竟 消費券未到有超級市場 已經推出優惠去搶客 有優惠的東西當然要聽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先說到消費券 接下來這個禮拜日派 其實政府當局已經不羅緊鼓 這幾天 剛剛或者上個禮拜 已經不停抽查 看看哪些合資介入人士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留在香港等等 但是同時間衍生了另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因為政府也是靠發短訊 打電話 尤其是現在的騙徒 真的手法層出不窮 很多人都可能會收到一些 叫做假冒消費勸秘書處的電話 不知道真的那些 大家有沒有收到 有收到有沒有福基 要福基 如果不是恐怕 在這個禮拜日 你還未能夠預期拿到 如果你還未福基的話 這可能要留意一下 當然會不會到時候 當局有個數字公佈出來 經過他們這個排查 抽查 發現原來還有一些人不合資格 拿不到這個消費券 但是怎樣也好 接下來這個消費券 下個禮拜日就發放了 看到我們的波叔 財政司 他有話說 他說 接下來 派消費券第二期 希望香港在全面復償之時 亦都跟市民和旅客 在香港的活動 能夠多姿多彩 這樣 其實我們看到 香港今年上半年 旅客的數字 有1300萬 接下來 下半年 甚至乎 整年 那個數字 可能會去到3000萬 這個數字 亦都是令人鼓舞的 某程度上 但是 感覺上 我自己就好像在這個市面 就好像真的感受不到 有3000萬人來過香港 甚至很多店鋪 或者那個市面的活動 那個感覺 就真的好像 又沒有那麼多人 當然 看得多 報紙 近期主力 都是說內地客來香港 如何如何 但是怎樣也好 數字就放在這裏 我們的才爺波叔就說 希望 下個星期派這個第二期消費券 大家能夠加碼消費 加碼 這是一個希望 來的 希望大家能夠 不要手巾荷包納 政府都派了2000元給你 你當然可以幫忙 刺激一下經濟 當然 2000元 力度 某程度上 當然不大 想想 暑假 要是有很多人走出去 有些人更加可能回到哪裏玩 可能回到內地玩 而且很快就斬眼 又說暑假完 就要準備新一期的學期 很多家長應該拿消費券 幫保一下 是不奇怪的 幫保一下小朋友 書寶 校服等等 你走過去那些 會不會導致其他商戶 例如餐廳 零售業 他們受惠的情況都不大 其實 為什麼我這樣覺得呢 會有這個可能性 早前一陣子 有一天 在街上放狗 遇到一對情侶 聊天 走來 苦摸我的狗 聊天 我問 這麼空間 走這邊 香港也沒什麼地方玩 說 年輕人 我說 沒有 到處去其他地方玩 回到內地 又說去其他地方玩 如果你覺得香港沒什麼玩 我說其實都不是 如果你再要想 其實都很多地方可以玩 但是其實你可以從這個言談當中 都發覺 很多人都覺得 香港好像沒什麼新意 沒什麼新意 可能都會令到 很多人都未必能夠 刺激到消費意欲 不要緊 另一方面 就是關於 這個抽查消費券的問題 有人說 不要理會 總之二千元 待了才說 剛才我一開始都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回覆 不知道有沒有收到 如果真的收到這些訊息 你盡快回覆 有人就覺得 你不只要搞 拿來搞 派兩千元 就派 不知道你派二十萬 但是 抽查的動作 是要做的 但是看到 有沙田區議會副主席 指出近期 這個騙案槍決 政府又在這個時候 用短訊 甚至乎用電話去抽查 一些市民領取資格的做法 這樣 有點像做多了 因為其實本身政府 已經有龐大的數字 甚至乎龐大的紀錄 你想知道這個市民究竟 是不是真的在香港 很容易的 你查別人的出入境紀錄 就行了 甚至乎看看有沒有交稅 甚至乎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你既然如果可以從出入境紀錄 那方面可以查得到 你不用特意 免得失事 又要打個電話 又要發個訊息 最慘 騙頭又打電話 又發訊息 政府又是這樣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難去難分身與假 還要 你想想 不用做 每個人都要做 找食艱難 你去上班 沒空就錯過了 或者看不到你的訊息 然後 我又要抽時間 花時間去填資料 回覆你機 哇 大哥 你以為我中了六合彩頭獎 中了六合彩頭獎 我就說特意請教他拿 馬會拿 不是 所以這位沙田區議會副主席 他就覺得 這個做法 感覺上 很不方便市民 因為加上有些很多市民都是上了年紀 他未必懂得了解究竟那些訊息 或者電話的真語假 甚至乎萬一不幸被抽中 這個抽中 就是政府抽中他的時候 他自己未必複機 會複機 那怎麼辦呢 所以 再加上 這位區議會的副主席 他又覺得 近期也是旅遊的高峰期 有很多市民可能真的外出去了旅遊玩 回到內地玩又行 出去世界各地玩又行 他未必收到 抽查電話的 你三個工作天 我剛剛 可能我腳踏上飛機 飛到半路中 你又打電話 我又聽不到了 然後我落地 我收到一個訊息 這樣 我都不知道回覆你好 還是不回覆你好 你想想 別人在外國 人家在世界各地旅遊的時候 又要搞這些事情 難免會覺得很浪費時間 怎樣都好 錢是要派給你的 政府 無端端派兩千元給你 第二期 當然要嚴格些 因為始終 很多人因為 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 免得派了一些 已經不在香港的人 這件事我都表示理解 但怎樣都好 希望大家就準時複機 萬一準時不到的 要留意一下時間 不要太遲了 以免 準時拿到消費券的資格 都沒有了 可能要隨時 要押後一段時間才可以拿 當然 政府告訴你 我不會DQ你的 但你不會準時拿得到 這也是個頭痛的問題 另外 亦都會和大家看看 既然消費券都快要出 當然 各大商戶 全部 很多店鋪 商場 甚至乎 電子支付平台 每個人都推出優惠 可能配合暑期公勢 很棒 天天為你省得準 難道真的 現在說到兩大超級市場 推出超抵優惠 說到八街送現金券 衛康方面更加買一送一 嘩 這麼發達 大家要留意一下 兩間超級市場 不知道你有沒有幫襯 有人覺得 這麼早推出優惠 不早了 再一個星期 做好優惠 宣傳公勢 讓人準備好消費券 頭浸水 先吃了 八街推出這個開心購物加連華優惠 由即日起 到7月23日 全線八街門市買滿300 就馬上可以獲得總值100元的現金優惠券 即是你買滿300 送回100給你 嘩 正啦 包括50元的八街門市現金券 以及50元的網購現金券 各一張 你想想 不需要你去買QPON也有東西送 你去光顧他買到300就行了 當然要留意一件事 現金券 這些現金券 27日到期 哇 難免會不會太短 你說八月中到期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你只是想自己人消費 但是七月尾 這件事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原來50元這個八街門市優惠 現金券 就可以用在八街 旗下的門市店 Taste Fusion等等 Fusion Crossover Fresh 新鮮生活等等 這些分店用的 這樣 而說50元那張網上 就可以在他們的八街網站 賣滿350 就可以用到 當然 也是的 他做這麼多優惠 一定有些禁信 無緣無故 有300元送100元給你 一定是有些規矩的 等同 好像平時 很貴的 為何突然做特價 原來差不多到期 都表示明白的 不要緊 都是用回去 都是要買東西的 超級市場 我相信可能 有些人都會特意去買東西 另外 這個禮拜日 就是派消費券 此之餘 原來也是衛康 帶入78周年 所以他們推出了一個叫做 衛里坑才好 的主題 連串優惠 最重要是超過300多件產品 由7月7日開始到13日 買一送一 未派消費券 先引你消費 包括桶裝薯片 急凍包 涼茶 精選日式韓式醬汁 以及自家品牌的廁紙等等 都厲害了 看到有很多優惠 其實除了超級市場之外 街市也有做一些優惠 在中環方面 中環街市也推出了這個 下日消費照片 就說電子消費滿100 就可以換20元購物Qpoint 更加可以換到這個 餐飲現金券等等 沒錯 接下來 中環街市 在7月17日 去到8月16日 推出這個下日消費照片 但凡在中環街市 用指定的電子消費平台 舉例 支付寶、八立通、Tap&Go等等 香港收消費券的電子支付平台 消費滿100元以上 就可以換到20元 真棒 購物現金券和餐飲現金券各一張 消費滿500元以上 可以換到50元現金券 購物現金券和餐飲現金券各一張 如果晚上6點後 去消費 想上雙倍 這麼好 算雙倍 算雙工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這些地方消費一下 但是 怎樣也好 有人說 2000元 做到什麼 100蜜藤貴 有些人特意交電話費 寬頻費 雖然水電煤交不到 甚至乎拿來 平時乘搭車吃飯 那怎樣刺激消費呢 所以 就著這個問題 也有很多人都會繼續去研究 接下來 有機會明年財政預算案 或者波叔 會不會再考慮一下 當然 波叔也自己也說過一句說話 也未必機會不大 因為看經濟來說 好像慢慢轉 但是 實情是否這樣 當局 我覺得 這一次派完消費券 那2000元 能夠帶給整個香港市面的經濟 環境 甚至乎畫面 大家經常都說 看就看 要看震撼 你看看 消費券派發那天 是不是人頭湧湧 那條街多到雲 人山人海 各樣那樣 很開心 熱烈彈琴熱烈地槍 經常都說 富不過三天 何況你只有2000元 分分鐘一天跟你搞定了 那會不會 禮拜日 拿完消費券 禮拜日 就已經打回圓形 所有人 甚至乎 可能有些人說 不用了 留點錢 帶著平安 希望平時拿回來 搭車吃飯 那就算了 這件事 我都覺得 值得政府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 因為既然你都想著刺激經濟 你的弱力是否要大 經常都說 所以 當初之前 我們經常都說 你派多一點 因為物價指數太大 升得太快 經濟的通脹 通脹率這麼高 某程度上 其實消費券 吸引力度 可能未必之前那麼高 怎樣也好 也是開心的事 看看接下來 還有什麼優惠給大家 記得最重要 如果你們收到政府的 不是騙徒 政府的抽查的訊息 或者電話 記得準時回覆他們 好 今集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